M-Bag 實驗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所謂的M-Bag 實驗典範 這個實驗典範最特別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把某些呈現過的東西要短暫的儲存 因為在M-Bag 實驗當中 我們這邊的範例是一個One Bag的情形 收視者要比較 數字和前面的數字一不一樣 所以在看到第一的時候 其實它前面沒有東西 所以是不需要判斷的 那看到四的時候 因為四跟一是不同的 所以你會判斷它是不一樣的 但是比如說看到這個六的時候 因為這個六之前也是六 所以我要判斷它是一樣的東西 那在這一個實驗典範當中 我就必須不停的去更新 到底前一個數字是什麼 那等它到了下一個嘗試的時候 這個又要做變動 所以你必須是滾動式的 一直去調整 我到底哪些東西 暫存在這個程式當中 那這其實有很簡單的寫法 就可以達成了 那我們在Valcan裡面 跟各位做示範 跟各位做示範